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人们总是说岁月不饶人,时光一点点地流逝,人一天一天地衰老,这是无法停止的进程。 随着年龄的增加,很多人的身体开始出现岁月的痕迹,例如白发、皱纹以及老年斑。 老年人也有暧昧之心,这些处处体现衰老的表现让人很难接受,尤其是老年斑,极大地影响了老年人的外表。 老年斑除了受年龄因素影响之外,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,建议大家了解一下。 老年斑和哪些因素有关? 一,年龄因素。 年龄是长老年斑的重要因素。 很少人在40岁以下长老年斑,年轻人身上基本不会有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的代谢能力会越来越弱,摄素不断堆积在细胞上,斑点在皮肤上显现,这就是老年斑。 二,遗传因素。 老年斑的生长和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,不过没有明确的遗传模式,并不是百分之百会遗传的。 如果直系亲属长老年斑,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,得老年斑的几率很大。 三,光照因素。 老年斑的生长和太阳光照有一定的关系。 光照是主要因素之一,皮肤受到紫外线的照射之后会产生许多的自由基,从而促使色素细胞分泌色素。 色素细胞分泌过多的色素,无法顺利排出体外,就会在皮肤里堆积,就会让老年斑。 老年斑是最困扰中老年人的皮肤问题之一,但医生说,木耳加一饱,连续吃三次,连上斑点就能奇迹般消失。 血管也通畅了,身体越来越轻盈,头发也变黑了。 大家都知道,黑色食物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功效,黑木耳也不例外,它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 预防多种疾病。 黑木耳搭配另一宝,红枣一起熬汤,长期喝可以助盐去斑,健美风机,并用于治疗面部黑斑,行瘦。 下面就仔细介绍一下做法,自己在家也能学着做。 黑木耳红枣汤的做法。 一,准备材料。 黑木耳100克,红枣干10克,冰糖适量。 这款汤若当一般茶喝,可不放糖,但味得挺好,不适应的可以放一点冰糖。 二,木耳加水泡发,致木耳变软。 三,洗净,撕成小片。 若是当茶喝,最好撕得很碎,懒得撕也成。 四,将撕碎的黑木耳红枣下入锅中,加入适量水。 五,煮开后转中小火。 盖上锅盖,继续煮10到15分钟。 六,喜欢吃甜的,可以加少许冰糖。 黑木耳含铁丰富,常吃阳血。 黑木耳中的胶质,可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内的灰尘,杂质,吸附集中起来排出体外。 从而起到轻味敌肠的作用。 黑木耳红枣汤,有清肺益气,健脾润肤的作用。 民间有一些治疗老年般的食疗方,不妨一试。 姜蜜茶。 姜蜡素有很强的对抗脂荷素的作用。 洗净生姜,切成片或丝,加入沸水冲泡10分钟。 再加一汤匙蜂蜜搅匀。 每天饮用一杯,连用三个月不间断。 洋葱含有较多半光氨酸,能延缓衰老。 生吃或熟吃均可,可常吃。 银耳银纯淡。 水发银耳25克。 煮银纯淡三个。 加少量黄酒、味精、盐。 慢火炖烂后食用。 每天一次,坚持三个月至半年。 除了吃的方面, 在日常生活中, 我们该如何预防老年班? 部分老年班确实是因为年龄渐长而自然生成。 但是也有一些老年班, 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日常的皮肤护理。 所以,我们无法阻挡年岁的增长。 但是,可以通过一些方法积极面对老年班的出现。 做好这五件事, 延缓老年班的出现。 预防老年班, 要一年四季做防晒, 最好做物理防晒。 涂抹物理防晒霜, 打遮阳伞, 戴遮阳帽。 尤其是在太阳光线墙的时候, 出门就要做好防晒。 二,规律作息。 不健康的作息习惯, 不仅影响人们的睡眠, 也会影响人的皮肤, 让皮肤长出斑点。 为此,要规律作息。 如果有睡眠障碍, 要尽快地治疗和调理。 三,提高新陈代谢。 随着年纪的增长, 很多老人的新陈代谢都很低,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老年般的形成。 所以, 老年人想要预防老年般的出现, 要提高新陈代谢。 运动是很好的方式。 每周运动三次, 每次运动半个小时以上, 是比较好的运动频率。 四, 补充营养。 许多老年人为了让自己更加健康而盲目地结识。 结果这样非但不会获得养生效果, 反而会导致营养不良。 在生活中, 要多补充维生素, 尤其是维生素C。 有抗氧化和美白的效果, 能淡化脸上的斑点。 五, 积极护肤。 老年人不能总是抵触护肤这件事, 不要觉得年纪大了, 就没有必要护肤了。 不同的阶段, 有不同的保养皮肤的重点。 老年人应该注意补水, 注意滋养, 不要让皮肤缺水。 长老年般, 是一件很让人无奈的事。 有些老人可能比较难以接受, 每天都不开心。 在这件事情上, 要学会开导自己。 一方面, 接受这样的自己, 一方面, 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 改正那些会加深老年般的坏习惯。 好了,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,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。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 和志恒相约, 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 一起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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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